大家好,我是Eric,今天是12月20号,我们继续来看A股 首先,我先声明,我只是小散户,坚持自己一键,不做投资建议 先来回顾下一周走势 周一,指数低开后迅速翻红,维持红盘小幅震荡格局 两点过后慢慢上行,收涨0.66% 北上资金净流入24亿 周二,开盘后下探到3350点 反弹平盘线后,第二次下探3350点 午后慢慢回升,平盘报收 北上资金净流入19亿 周三,开盘后回调,之后开始反弹 虽然翻红,但力度不强 伪势还是弱势,微跌报收 北上资金净流入43亿 周四,早晨开盘和前两天一样 先调整到3360点左右 10点半开始反弹 午后继续上行 收在3404点 北上资金净流入108亿 周五,上午一直在3400点左右小幅调整 午后出现一波快速调整到3382点 之后有所反弹 收在3394点 北上资金净流入22亿 在上周上证指数连续下跌的情况下 本周指数努力的走出反弹走势 本周指数顽强的反弹 大部分个股比较弱势 很多个股也就是一个起稳的状态 不过两个板块还是比较强 第一个是机构抱团的白酒板块 还有一个就是周期个股 像有色金属和煤炭石油板块比较强 白酒板块不弹了 一直在涨 因为机构太多 年底做市值 12月拉的比较凶 白酒板块已经成为一个超级的装股板块 不过本周贵州茅台却没有怎么涨 二三线的白酒股涨的比较厉害 还有黄酒和ST相关的酒类股票都在涨 我认为这是油资在攻击 对于这个板块来说 已经是有补涨的迹象了 上周我说过 茅台是一个巨大的泡沫 真正的庄家是在想如何套钱 并不是想再去做大市值 而且存量资金博弈 茅台等酒类股一涨 对别的板块抽血作用很明显 所以酒类股只是抱团的极致结果 并不会带领大盘真正的上行 相反 如果明年行情能够实现突破 能爆出大量 酒类股的机构一定会趁机 想办法去套现 还有类股是周期股 像有色煤炭等 它们的上涨有一定的逻辑 美元大放水 引发相关的大宗商品上涨 导致相关个股走强 但我一直在说 周期个股只适合做波段 不会出整体牛市 一方面是全球需求并没有提升 只是中国多拿了别人的蛋糕 导致了短期的供需不平衡 有色煤炭这种都属于西洋行业 没有太大的想象力 也不会带领大盘上攻 所以白酒和周期只是勉强维持了一定的人气 不会是今后的主流板块 今后如果有行情 主流板块一定是能够带领大盘爆量往上攻的 周一晚 沪深交易所发布了退市新规 增加了市值退市 大概概括一下 20个交易日跌破3亿市值就直接退市了 还有面值退市 20个交易日跌破1块钱也要退市 对财务指标也修正了 之前是三年亏损 现在是要求扣非前后净利润 营收1亿以下 也就是说 你靠着卖房子卖地保壳就没戏了 以后退市的公司会大幅增加 甚至增加到每年1200家 也就是说市场上每年会有1200颗雷 踩到一颗就碎本无归 网上居然有人认为这个政策是雷声大雨点小 认为大部分垃圾股还不会退市 我以前说过好几次了 注册制之后 要全面推出 能成功执行下去的一个条件 就是大批垃圾股退市 达到一个相对平衡 而不是只做加法增加发新股个数 这个政策就是要推动大量垃圾股退市 事实证明 周一晚出的政策 周二ST板块还是比较弱的 根本没有把利空当利好 还有一个明星股 人东控股 周二有油资趁这个政策出来 打出了地天板涨停 我不知道油资背后和大股东庄家有什么协议 像这种崩盘股有个基本常识 在连续大跌后 第一个放量涨停的时候 这种反弹是不能碰的 虽然本周是有所反弹 这基本是被套资金的逃命了 后面还有可能有一大波下跌在等你 这个位置我认为几乎还是半山腰 谁抢反弹谁倒霉 但总有一些人想去赌一把 只有亏过才知道 这种是不能玩的 对于垃圾股为什么不能碰 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目前市场趋势就是抱团炒 可以把某只股票炒得特别高 很多基本面还可以的个股 都受不到资金的支持 走势只能震荡或者慢慢下跌 更别说这种垃圾股 稍微主流一点的资金 都看不上这种垃圾股炒作 我们不能去逆大使 我再提醒一下 垃圾股不要碰 现在来看个股 还是没有任何操作 这股票周一基本上是平盘线附近 小幅震荡 未涨收盘 周二开盘后 有过一次上冲17块的动作 快速回落帆率 五后慢慢回升 尾时有小幅上翘 收涨1.01% 周三开盘后 两波快速调整 反弹后慢慢回落 收盘跌0.94% 周四开盘后快速下探 十点半跟随大盘回升 五后震荡中心略有上移 收涨1% 周五开盘后震荡走低 直到一点半后才有所起稳 低位震荡到收盘 跌1.64% 周线收出一个十字星 这股票奇葩的一点 就是跌了五个月后 会有大股东实施减持 这股怎么也是证券相关股 大股东应该知道技术上是否到低位 为什么五个月前相对高位不减 跌下来再减 是为了压低增发价 还是为了导手避税 反正这个股票我也纯粹当学习了 以学习为目的吧 我知道它是和上阵和券商相关的 上阵如果不突破 它也不会有表现 所以我继续等着 周五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给明年的经济定调 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 第一个是科技发展战略 这次提出了要发挥举国体制 国家已经把科技创新提高到国家的战略高度 和当年的两弹一心有的一拼 第二是再提房租不少 这次重点强调了长租房市场建设 这将来是市场发展的一个重点 意思就是大城市的房价也跌不下来了 用长租房解决一部分底层需求 稳定人心 但明确房产不是发展的重心 虽然科技鱼龙混杂 很多科技公司也会失败或爆雷 我依然相信科技将是未来股市的一个主流 科技里面是最能讲故事出概念的 也是最容易出泡沫的地方 本周指数和大部分个股已经出现起稳迹象 12月还有10天左右 各路资金结算压力会逐渐变小 由于本周强的板块都不是主流板块 我认为震荡还会继续 3200到3400震荡了近6个月 如果不能突破 将引发中期回调 但是基于经济复苏趋势 货币ME还有上证季线的金叉 我还是倾向上证未来会来一次 脉冲式的上涨行情 谢谢 感谢观看